身上沒有帶東西 我沒有東西可以帶 警方盤查可以車輛 搜到一包毒品咖啡包 沒想到嫌犯為了謝則 掰出這種理由 這是什麼 這是情趣用品 這是什麼東西的情趣用品 這是畸形存 畸形存 你確定 對 把錯通通推給老婆 說是為了歸房住信才使用 但警方一查 發現成型男子早有毒品前科 他的公辭立刻大打折扣 這不是啦 這個是垂形存 怎麼可能垂形存 你這應該是混合毒品吧 沒有沒有 眼看躲不掉了 嫌犯否認的聲音也越來越心虛 你東西那麼多 你還有誰在用 沒有用 沒有用 怎麼可能隨身帶那個 原來成型男子晚上騎車 經過成林橋 而恰巧遇上林檢 慌張神情 馬上引來警方注意 因為他該名男子 他神色十分慌張 他主動將其隨身包包內的東西 全部倒出來 那說辭反覆 那所以我們才覺得 他心機可疑 警方從車廂搜出吸食器 和七公克的混合毒品 男子想把罪 賴到老婆頭上 但這時候又不小心說溜嘴 公稱兩人已經分居 說辭反覆 敢做卻不敢當 這種推卸責任的態度 恐怕就是讓老婆難以忍受的關鍵 記者 姚理想坦可萌 新北市採訪報導 請問他